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今天的走勢繼續偏弱 以恒指來說,在之前連續下跌之後 去到一個相對低的水平 都沒有辦法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上星期四就出了反彈之後 星期五有再跌 而在週末期間,市場繼續擔心 接下來的整體內地經濟 最終來說,可能還會繼續下行 而且也看到內地內房整體的短期流動性不足 整個對內房前景有很大的憂慮 所以也看到恒指在近日的下跌 似乎一直都還未能站穩 例如以今日為例 雖然整體上市跌的幅度是小了很多 全日收市的時間,恒指下跌了是106點 或者是0.4% 去到24,760點的水平 暫時就先站著 沒有再轉一步,即是向下跌下來 很大機會都是反映著投資者的信心不足 尤其是以現在去看 整個市場一直跌下來 成交額仍然是1200、21億左右 不是一個大的成交的數值 都反映著投資者的入市欲是不高的 而現在去看回整個港股在短期裏面 繼續維持一個反覆的走勢 仍然是一個大家在找一個底部 仍然仍未有一個比較大的信心 是很大量的資金重新再流入 不過至少看到一件事 近日的市場跌下來 雖然一路跌 似乎成交縮 就是有一點乾跌的意味 但是在資金的流入方面 就沒有暫停下來 例如以今日為例 恆指、國指和科指 都是繼續有資金流入 以恆指為例 收縮時間是流入了51億的資金 而在科指方面 亦都流入了30億的資金 都是顯示著現在的市場 是屬於一個叫做跌下來 但是有投資者 尤其是機械投資者 是願意在收市後的見解時段來說 繼續在市場上的吸納 都顯示著現在的市場的氣氛 雖然差 但是沒有再轉一步 是大幅下跌的風險 尤其是現在看回 指數在10月初的時間 跌到23,600 這些水平附近之後 就彈上來這陣子 成交雖然不大 但是也看回近日 回吐下去的時候 整體的下跌壓力 主要都是集中在內房股上 若果內房的整體走勢 是回穩 不排除整個市場 有機會逐步逐步的 這樣是形成一個 希望是一個叫做見底的形態 就是一個叫做頭肩底 到時來說 指數有機會是一分鐘 做回一個高於一底的形態之後 向上出現突破後 後市的走勢可以進一步轉好 現在去看回指數 還會以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作為一個主要的支持 暫時跌不穿這個底部 還可以繼續看好 整體向上上網 暫時看回 就是埋著26,500 亦非常貼近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